《創上三圍》 各位好 上次跟大家說了《創上三圍》的故事 很快就收到兩部機 這兩部機分別是創上的 Ender 3 Pro 和 Ender 3 V2 就不算是新產品 尤其是 Ender 3 Pro 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但正如卡路斯上次跟你說 我一向是用了 CR 系列 所以 Ender 系列為我來說是新產品 而且我聽聞 Ender 3 Pro 的性價比是相當高 而且在 2020 年 它還是這個價錢裡的 Best Selling Machine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是的 在開箱之前 有一件事大家不可不知 就是原來即使創上的 FDM 打印機 都有三個系列 有一個系列叫 CP 其實只有一部 就是三合一的機 我們遲些再說 至於 CR 就是卡洛斯一向用開的 買回來 所以攪拌十分鐘八分鐘就可以用得了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 Ender 3 Pro 屬於 Ender 系列 原來主打是要你自己懂得 DIY 所以開箱之前 你真的要把自己的解爛能力 打開箱 你第一樣看到的 就是一份長長的說明書 不用太害怕 全部都是公仔 這個盒子裡面有些鋁型材 其他的東西又不是散得那麼緊要 好像這個主機身都幫你陷好 但是比起 CR 系列 你發覺這些部件 真的是散開一塊塊的 好像連這個變壓器 都要自己去安裝 兩個部進摩打 貼上幾個滑輪又散件上 自然還有很多一袋袋的零件 拿起了這層 原來下面還有一層 我估計這個安裝 真的會比 CR 系列 縮集很多 但不要緊 這樣才是樂趣 我們先打開這一袋 看起來全部都是工具 有剪鉗 板手 六角視 一些零件 螺絲 差點被這些東西刺傷 原來這麼長 還有一支針灸針 是讓你用來通噴頭的 還有一些索帶 這麼多的零件 卡洛斯建議用這樣的盒子 將分門別類擠起它 一來方便取用 二來又不會那麼容易不見 開了第二個膠袋 你見到一些沒那麼等待的東西 例如有卷給你試印的PLA 有一個限位的裝置 備用的噴嘴和摺頭 還有用來插SD卡的USB手指 分門別類擠好走後 左手邊有些常用的東西 右手邊沒有那麼常用的 這麼多零件 卡洛斯都要認真去看看這個說明書 Step 1 這幅圖 叫我們拿出兩支鋁型材 以及四顆M5x45螺絲 裝成龍門的左右兩支柱 提醒大家要根據洞的距離 便認哪支是右柱 哪支是左柱 四顆M5x45在底部箱上去 需要用到六角時 去將四顆螺絲收緊 Step 2 呢 就是裝變壓器和控制面板 螺絲方面要用到M5x8 和M4x20 安裝螺絲方面 卡洛斯都有心得 就是先扭進上面的那支 但是就不要扭緊 只是用地心吸力 將配件吊在這裡 然後呢 才扭進下面的那支 最後呢 才把兩支都收緊 面板的處理方法也是一樣 因為如果你扭第一支的時候 都已經扭得很緊 第二支的孔位可能會歪掉 所以無論多少顆螺絲都好 做法一般都是把螺絲就這樣轉進去 不要收緊 直至到最後那支都對到位了 才回頭收緊所有的螺絲 暫時來說呢 我覺得這部打印機 和我用的CR系列呢 最不同呢 就是它沒有東西保護的線路板 可能就是留一個空間給你自己去設計 好了 下一部呢 就是安裝Z軸的限位裝置 至於要用的兩顆螺絲和T型絲模 早就安裝了給你的了 有看開卡洛斯的影片的呢 就知道T型絲模是怎樣安裝的了 兩顆絲模呢 要有那麼鬆的那麼鬆 擺成垂直的位置 然後呢 就塞入了鋁型材中間的坑道 只要用六角時收緊螺絲 T型絲模呢 自然會轉90度 而咬緊鋁型材的了 而去到第四步呢 就是安裝Z軸摩打和Z軸摩 這個步驟摩打的軸摩打 一早已經安裝了C幹的接駁件 只要將C幹拿出來 插入去接駁件上面 然後大力點扭近一顆機米 那摩打轉動的時候 就會帶動C幹轉動 至於Z軸摩打的安裝位置 就是在機的背部 而所用到的螺絲 就是兩顆M4x18 反轉說明書就會見到第五第六部 好 都是處理這個X軸 剩下的兩條鋁型材 多點洞的那條就是X軸 那你要將它插入去 有兩個摩打的配件裡面 插好之後 要用兩顆M4x16的螺絲固定 由於螺絲在配件中間心插入去 所以六角時要通過上面的洞 去扭動裡面的螺絲 好了 現在你撿起 連著機身的噴頭裝置 它上面有三個滑輪 剛剛可以滑進去剛才的X軸 這些沿著鋁型材滑的滑輪 可以說是創想機器的一個特色 它的好處是又順滑又靜 所以每條軸都有三個滑輪 而在X軸進頭這三個滑輪 就是沿著龍門柱來升降 所以同樣都是用M4x26的螺絲收緊它 第七步就要求大家在X軸的尾部 裝上一個調校皮帶鬆緊的配件 安裝方面都是用兩顆T型的絲襪 而第八步就要找出一段皮帶 這種皮帶是有尺在上面的 你需要將它右尺那邊 擾住X軸的摩打的齒輪 而整條皮帶應該攀過X軸尾端 將調校鬆緊的配件 而皮帶兩端的銅柱 應該攀入噴頭隔離這兩個入口 完成了皮帶的安裝 才回到調校鬆緊的裝置 鬆開兩顆螺絲 然後將皮帶斜緊 再收回螺絲 在這裡要提醒一下 這個皮帶的鬆緊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太鬆也不能太緊 去到第九和第十步 就可以將剛才完成的X軸 先進入龍門柱 而應該有個螺絲洞口 剛剛對準Z軸的C幹 旋轉Z軸整個X軸就會下降 而第十步就要用剩下的鋁型材 和四顆MX25的螺絲 將龍門頂封了 扭好螺絲之後 可以將這條鋁型材旁邊 用兩個封蓋封好 這麼快去到第十一步 差不多完成了 就是安裝耗料支架的時間 說明書上就教大家安裝機頂 但亦都可以根據你的使用情況 安裝在旁邊都可以 其實只需要耗料跨好之後 順利進入這個擠出馬達就可以了 至於第十二步要處理的 全部都是接駁的問題 包括要將這個氣動轉接頭 扭入去擠出機 然後再將白色的四顆管插入去氣動轉接頭 至於電線的接駁 就不外乎電壓器的輸出 和220W的輸入 而這部機除了Y軸之外 H軸、E軸、Z軸等等都要自己去接駁 但所有線都有一個黃色的圈子 標示了軸的字母 只要將闊身的插頭插入去馬達 而將窄身的插頭插入限位裝置就可以了 當中比較麻煩的就是Z軸 尤其是它的限位裝置 要將它拆出來 才有位置插線 然後再重新安裝上去 而最後千萬不要忘記了 控制版的採紅線 必須要插在EXP3這個插頭上 而來到這裡 整個安裝已經完成了 可以開啟電源 而值得一提的就是 Ander 3 Pro 的熱床上面 並非是精革玻璃 反而是一塊磁性的軟展 表面就是磨砂的 由於它有磁性 是根本不需要用夾仔 都可以貼上熱床上面 表面那種磨砂 是沒有精革玻璃那麼容易刮花的 而由於它軟身 打印完畢咬一咬就可以脫床 正常地控制機器回歸HOME的位置 然後使用手動去調平 之後將再有打印檔案的Micro SD Card 插在機底這個位置 就可以進行打印了 相對於卡洛斯其他用過的機器來說 我覺得Ander 3 Pro 的打印是非常安靜的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 因為創想在逐個運動上 採用了滑輪的設計 而減低了磨擦力 令我相信摩打方面 都是採用了一些靜音的驅動板 至於打印出來的效果 我暫時看到是相當之好 因為招床貓的複製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身體上的紋理也非常細緻 相信經過這麼詳細的裝嵌解說 有解難能力的你一定可以 將Ander 3 Pro 裝嵌出來 但正如之前所說 Ander 系列是針對 DIY 市場 所以其實它還有很多空間 讓你自己去發展和升級 接下來卡洛斯的題材會很豐富 我會逐步逐步跟你開箱 還會教大家怎樣利用打印機 你自己可以創造的優勢 去為它自己打印配件而升級 所以希望關注創想打印機的你 不要錯過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